好那接下來呢我要講一下就是 我覺得我的例子沒有弄到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討論一下 就是說什麼叫例外處理 有原則必有例外 我一般來講我是一般寫的程式 像你剛才寫的物件導向的東西 我們都不會預期它出錯對吧 可是有時候你 真的不能出錯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它出錯的原因是什麼 這時候你可以針對那個原因 去捕捉它 給它做另外的處理 而不是就讓它爆掉 然後程式馬卡在那邊 就是你程式執行到一半 跟你講講第52行出錯完然後死掉了 有時候你不一定要讓它死掉 你可以另外把它記錄起來 然後把這個東西先略過 continue完之後 再換下一個東西進來來處理 之類的 就變成一個例外處理來做那個 針對那些例外的事情來 額外處理 那這個另外的處理呢 就是程式執行的過程中發生錯誤 那影響程式的正常執行 所立刻執行的事件 那這個程式通常都會被中斷 第幾行不是有錯嗎 Aerror message這樣子 那偶爾也會顯示一些造成問題的原因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你遇到這個exception 這是最常用的例外事件 他會跟你講拋出例外 例如說 我剛剛有沒有錯誤訊息 這邊不是剛剛有錯誤訊息嗎 他追蹤了我的錯誤訊息 給我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Attribute Error 他跟我講說呢 parent的這個物件 沒有屬性叫money 這代表說 我剛剛是不是三個東西給同學看 對不對 舉個範例 其實我早就沒有self 因為我那個init不見了 所以我self.money自然沒有同期 對不對 所以他跟我講說 你的屬性有錯 你的這個類別裡面 或是說這個parent的物件 他沒有一個屬性叫做money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針對這個錯誤 去捕捉他 另外處理 而不是活生生讓程式死掉 就卡在那邊 就是會另外處理 那另外處理裡面 我只是舉個例子 比較常見的是什麼 這個是最通用的 你不知道他是什麼錯誤 就一律用這個exception 待會用到 那今天 你沒有定義這個變數名稱 你去給他用了 那也會錯誤 那這個index error是 你今天這個list裡面 你明明只有0到5 就給人家指定中瓜號19 你明明沒有19這個index 也會報錯 那這個run time 這個error是 你執行到後來 就掛掉了 可能記憶體吃進 或什麼東西 不一定 那這個是語法錯誤 就你程式碼語法有錯 那這個error之外 還有那個中斷 例如說你Ctrl加C 把它中斷掉 這個是可以捕捉的 還有一個warning 就是你的程式碼還是可以執行 他可能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 例如說這個 拋棄的warning 怎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現在還可以跑 我只是給你警告 你還是可以執行 但是 未來你這個函式 會被改版 可能你這個函式名稱 之後就不會再用到 類似這樣一個警告 ok 好 那這時候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捕捉那例外呢 就有這個try accept 乘數據stament 例如說你看 我們寫程式 這個try 這個block name 就是我們預期 他會正常執行的 那這時候 假設他報錯了 他就會跳到對應的 例如說 他是第一個類 他是第一個 另外事件類別名稱 例如說什麼 那個 name error 就你還沒有做變數啊 你還給人家 對這個變數做print 什麼的 他就爆掉 他就到這邊來 那個name error ok他就到這邊來處理 那假設有另外一個 他另外一個可能的 例外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這個 index error 你在執行那個 程式的時候 你明明是0到5的所影 就是6筆資料 結果你給人家指定中瓜號19 沒有這個所影 沒有這個值啊 對不對 所以他跟你講說index error 類似這樣子 好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發生錯誤 從頭到尾沒有發生錯誤 就會 在 就執行這段 最後 這個trine 跟except 無論有沒有執行 有沒有錯 都會執行這個block 叫final ok 好 那請大家幫我開個7之1 這邊的範例可能今天講不完 因為7那邊我補充了很多東西 很多嗎 還行 還行 然後如果你覺得上面的範例太 太急 就可以把它移到這邊來 好 那我這邊呢 你看喔 我這邊說 欸 呃 我們的例外處理啊 可以定義好幾個例外處理機制 例如說 呃 你都不寫 他就是預設的例外處理方式 那他這邊呢 我可以特別定義 欸 這個name error 代表什麼 就是我變數還沒有定義 我就先拿來用 好 舉例而言 好這邊 我可以定義多個例外處理機制 最符合的例外事件 例外事件的那個類別 會先被拋出這個例外 什麼意思呢 這個trine 我假設要print這個東西 x 那請問一下肉眼看 這個print是不是之前 在第一行第二行 都沒有被定義 都沒有初始化 就是我還沒有初始化 這個變數 他就被拿來做print 他是會錯 所以這時候呢 會有一個東西叫 except 空格 你不寫就是預設的 那你空格 叫name error ok 那他就捕捉啊 假設你的例外 是 這個name error 這時候你就跟使用者講說 你的x上未 上未 上未 宣告 上未初始化 好 你如果 都不是 也不是name error 這時候就 except 預設的 你也不知道 例如說 你叫做 某個 某個東西 出錯了 好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這個 627-1 欸 他沒有爆出什麼 那個 transback 例如說 也沒有跟你講第幾行 他只跟你講說 欸 你的x上未 宣告 為什麼 因為 你已經捕捉他了 而不是他直接爆掉 這樣懂嗎 你不是讓他直接爆掉 你會另外再處理他 另外 針對這個例外 我預期這個會 那個try 就代表我預期這段會ok 可是非常遺憾的 我做了一個蠢事 就是 我明明沒有出紙化 或是宣告這個x 我去拿來用 加print的出來 這時候他會捕捉到這個意外 那最相近的會用 例如說 這就是name error 這就是name error ok 那他就會以他為準 其他的 如果這邊 這邊沒有定義的話 他會以這個預設的為準 可是某個東西出錯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這邊呢 幫我玩玩看囉 那這個except可以很多種 你可以例如說 你可以再多加這個東西 好 好 那這個 沒有 該 鎖引 沒有鎖引 這個 沒有鎖引 代號 就是這樣 那是不是這個地方是name error 對不對 因為沒有這個變數名稱 所以他以他為準 資金彎 就沒了 就直接 離開這個結構 然後往下高歌離席 ok 可以定義很多個 例外處理 不可燥 也是 即使 沒有鎖 大概7的部分講完之後 我們就講一下案例 然後 有些案例 因為我們要用到其他的工具 例如說我們會把一些 影音拿下來 我們也會有機會可能 有一些Google小姐 我們會把他那個聲音 傳到我們音點裡面去 然後再把這個聲音透過一些軟體 把它變快 例如說卡尼諾狂新聞 Google小姐的聲音變得1.5倍 那你也可以把他採樣的成分 比例變少 讓他從女生的聲音變成男生的聲音 那這是我們案例其中一個 當然我們會用一些簡單的 99層發表怎麼去呈現 還有那個 惡棍三的倍數 公倍數等等 我們之後就會再慢慢講那些比較暗例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要寫起來呢 會比我們 有點像是把我們上課到現在 整合在一起用的東西 就是綜合計 那這個 有些同學覺得有點難 但是不會啦 就是 那個 我都寫得很清楚 而且我會一直講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那現在啊 一樣的這個 程式碼 我把這邊拿掉 一樣7之1 那現在啊 剛剛是 剛剛是這樣 都同一層 一層 同一層 同個階層的 這個 錯誤 對不對 然後一個個定義下來 可以定義很多很多個 符合的就先被捕捉 但今天呢 我有多層 就說 我今天啊 我預期我這邊執行會成功 然後呢 這邊 我另外處理 這是通用的另外處理 然後給他一個 別名叫 ERROR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就寫說 我這個 假設Exception 我把他印出來 我記得ERR 我這邊STR 好像多寫了 把他轉成字串 我記得好像不用 那現在呢 我預期什麼 我預期裡面東西正常 然後不正 然後 不正常他會爆出這個例外 對不對 爆出例外 那在這裡面 我還可以再多加一個 捕捉機制 那這邊呢 我就Except 那叫Name Error 一樣 Name Error 他給他別名叫ARR 然後呢 我就印出來 我就說 Name Error 然後直接印這個ERR 好 那我這邊 我就印出 這個Y OK 好 你會發現 欸 怎麼又沒有 這個 呃 先宣告這個Y的值 活出之後這個Y的值 又給他拿來用了 所以呢 你看喔 我理論上這個通用的我也可以用 可是呢 因為我是有內部的跟外部的 對不對 內部的優先 內部的找不到 才會往外面去 OK 剛剛 剛剛在犯例是 我同一階 我真的 Name Error 跟Index Error 我都找不到 我才會到一般的Exception 去 Except去 可是這邊是 我Name Error找不到 我就會往外面的角度去看他 就是這個block就結束了 而是用外面那個try 的這個Exception 好我們來执行看看 欸 你剛才講說他被捕捉到了 那訊息是什麼 這個訊息啊 這是我自己印的對不對 然後空格斷行 是不是在這邊 好他講說 你的Name 你的名稱Y 沒有被定義 OK 好那這邊呢 幫我嘗試看看囉 那線上的同學 看看目前為止 那個 速度會不會太快 如果太快的話要跟我說一聲 目前覺得OK的話呢 就幫我打個OK好嗎 讓我了解一下目前大家的一個學習狀況 OK 那有問題一定要讓我知道喔 那個 因為我們人真的是少 欸其實少不是壞事呢 有些同學會說 啊老師你這樣學的那麼少好嗎 不會我已經教很多年了 我什麼都看過了 我有一個自言自語五個多月對不對 跟大家講過 我還被要求去現場 講 去想看你都沒來 然後可能講一兩個月這樣 就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默默的自己關上門自己回家 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 就被叫去那個 大安捷運站那邊有個教室 就被叫去那邊 然後就看了外面 那時候疫情 街上我沒車啊 你知道喔 捷運也沒人怎麼能搭 你知道嗎 就外面沒車 那時候真的空蕩蕩的 台北市的空蕩蕩 因為要求 喔 二級還是三級 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 不能出去啦 或是什麼的 或是捷掃出去 所以那時候我還是得去工作啊 所以就是 跑去外面然後自言自語 然後三骨子看成大安捷運站的那個捷運 待會中午吃什麼 然後就開始思考這件事 那時候真的 連很長啊 每天都這樣子 就自言自語 然後 教室也沒人 然後櫃檯呢 行政人員也不在 他們只留一層的一個人兩個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輪班 以免那個感染 那時候要 就行政櫃檯那邊 忘了幫我買便當 我就自己跑去外面買 都要很小心 那個時候 然後 因為現在人少 所以我 可以照顧得到 因為有些地方是 可能我現場有 四十幾個人 可是我要遠距 遠距有三十幾個人 所以你會發現我現場要顧 然後 遠距也要顧 我也有遇到這種情況 所以基本上 那個 我們人那麼少 我一定可以全部都顧到 所以 有問題呢 一定要讓我知道 你可以隨時反應 反正我們時間還夠 對吧 我們時間還夠 好 那現在呢 你就 往下 老師老師 請說 那個ERR 是什麼東西 一個別名 你可以叫做E 給他一個別名稱 就是 我針對他的錯誤訊息 給他一個別名 然後把他印出來 那你過去的話 他這個變數名稱 ERR這個 算類別嗎 就是給他一個別名 我看一下 好像沒辦法直接 這是一個類別 你們看到 他是class Name ERR 那剛剛我們做 Parent跟Trial 他們跟他是類似的概念 那把他裡面這個預設 會給我們的訊息 給他別名 就是說 這個 這個其實牽扯到的東西會稍微複雜一點點 就是當我給他別名 他是一個物件的概念 可是當我把物件用printer 這個用這個printer 把他印出來的時候 他會使用 他內部還有一些東西是 你如果把他 用字串的方式輸出 他會有預設的 輸出文字 你把這個類別要print的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在裡面定義一些 預設文字 就toString這種東西 就是 這個有點複雜 但是呢 簡單來講 我今天可以透過這個 編名ERR 然後把他印出來 他的ERR呢 就是預設會 回傳一個 錯誤訊息 這是他給我的 這樣子 這樣想就可以了 那我可以就是把他 卸在一起嗎 因為我剛才是 就是如果我在print error Name 後面 然後按 寫一個加 然後再寫一個ERR的話 好像 他融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加 就是 因為他看起來像是 第七行跟第八行 感覺 你看喔 你看這邊 假設我今天寫ERR 我們來看一下 一起探討 還記得我們的東西要type嗎 好我們來看看 他是一個 這個 類別 嗯 那這個類別 因為他別名 他是name error 然後給他一個 別名叫ERR 我們之後講到那個 模組名稱那邊 回到我提到 就是你可以給那個類別 給他別名 一個別名 那這個別名呢 你把它 就是 自竄化的時候 他會依照他 他們會內建一個方法 叫toString 當你把它 轉成自竄的時候 他會有預設訊息給你 哦 那這時候想說 嗯 我想說這樣打為什麼不行 我把它貼在聊天室上 我想說這樣好跑不出來 你可以試試看他是什麼 嗯 他可能會有點複雜 就是每個類別裡面 他們其實有時候會有個toString 的一個內建的方法 就好像叫什麼 我們不是有底線底線 IID底線嗎 那他有一些底線底線 然後什麼東西跟 就是你把這個物件 或是這個類別 print了出來之後 把它瞬間轉自竄化的時候 然後 預設的那個回傳效果 所以算回傳的值 這樣子 那他回傳的就是這個NAMP Why is not defined 就其實我們應該在 物件導向應該寫得更嚴謹一點 就是要 就是要那個 像他一樣 就是會有個其他方法 自竄化之後呢 說 那個他輸出的效果 訊息是什麼 哦 所以我們那個 連那個類別都可以拿來print 這樣的概念 只是給他別名 因為這個捕捉到這個name error 他就是一個 呃 呃 那個類別就變成一個別名 那他會把這個 錯誤去 可能類似說除了他自己在裡面 然後印出來之後把它自竄化 自竄化的過程中 他會把那個自竄化的那個結果 回傳給你 就是這個這串字 他定義的 呃 我說如果想要讓他在同一行 我想要把七八行整合在一起的話 我為什麼不能寫 像聊天室 你說這個嗎 你說這個 然後想要加這樣子 對對對對對 這好像跑 不行跑 那你看喔 我剛剛把他自竄化 你這邊應該要報錯 為什麼 因為 你 你合併的 你合併的 你發現他是跑外面去的對不對 他這邊是 Exception 這邊外面對不對 因為他不是name error OK 所以他錯綜又錯 錯綜又錯 他往外面去 所以你看 為什麼 因為他是自竄 他行在這裡 那依照print的觀點 你一定要都是自竄 才能做輸出 所以這邊你要做什麼 把這個東西自竄化 看一下 有沒有 是不是合併在一起 那那個EV什麼的那個可以 你看喔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呃 我假設我今天不會錯 我假設這樣 1加1 是不是2 嗯 好 如果今天壓的是這個呢 他這裡面沒有name error 他往外面去找 相關的那個 那個例外捕捉 所以他用的是這個 是不是用這個東西對不對 他說你不支援這個 那個 運算員 這個型態 就是 這個加的東西啊 不能用在整數跟 這個這串 所以在這邊 你必須把一方 變這樣 變一一合併吧 一跟一致合併 或者是 把這個其中一個變成 數字 一起輸出 這樣了解嗎 因為他們兩個型態不同 Print 要印的 一定要形態一致的東西 這樣了解嗎 嗯 對 所以這個ERR 他是類別 這是支援 你要印 要合併 就先把類別東西 把它ToStream 變成支援 他們會有內建的ToStream方法 OK 好 謝謝老師 嗯沒問題 好 那 接下來呢 就只是 這一個小東西 就說 如果你都沒有錯誤 那 你就會執行 L10的層次區塊 那無論你有沒有錯 你有錯也好 沒錯也好 你都會執行那個區塊 叫FINALLY 所以這裡呢 TRY 我加這個Z等於5 然後我印出Z 那看起來沒有問題啊 好 那我假設今天要 要另外處理捕捉這個變數名稱 他沒有定義的情況 OK我就print 變數 這個上位 宣告 嗯 上住了 然後 關掉再開 宣告 好那 那 假設你不是這個變數還沒有定義 這時候呢我就else 就說 我這邊TRY如果沒有問題沒有進入這個例外處理 就會到這個else去 沒有例外發生 OK好 無論你有沒有正常執行 或是你真的報錯 這時候最後面他都會有個finally 就是你有沒有錯 不管你有錯或沒錯 他都會執行一個東西叫做這個 finally 這個 block 城市結束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他印出5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沒有另外處理嘛 所以他跟你講說沒有另外發生 但是無論你有沒有正常執行 你有沒有 你這邊有沒有正常執行 或是你報錯 或是你都沒有錯然後印出這個else的地方 你都會執行一個區塊叫finally 是要跟你講說城市結束 OK 那這東西是用在哪裡呢 比較多是單獨測試資料庫連線 那你有開 資料庫就有關 OK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沒有講到資料庫的東西 未來 如果紀錄這邊有人 開那個 跟資料庫有關的課 或許可以來上看看 其實我的YouTube影片有 但是那個是在其他的課程裡面 我還有一個課程是教那個 JavaSchool加PHP加MySQL 就是MySQL那個 比較酷 那個 那些影片是幫助同學們 去工作用的 就是 幫助那些 學員們去就業的一個影片 那些同學都已經去工作了 都做得還不錯 我還記得有個影片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播放清單 也是 JavaSchool加PHP加MySQL 那我們叫他們做電商網站 好 叫他們做電商網站的時候 很好笑 我記得那一次 他們都是 他們是那個做UIUX的班級 就是做那個視覺設計 跟使用者體驗的班級 城市 琢磨不多 那後來因為 有個老師可能行程 排不了 臨時被 有個課程經理說 那個你可不可以來幫忙 那樣子 我就去 幫他卡那個 卡那個工作 那卡了之後呢 因為我是專門培養工程師 所以原本那些人是用Photoshop 跟Illustrator 跟一些排版軟體的人 被我訓練到後來 明明是做美術 做視覺的 欸 都去寫程式 都寫程式 差那麼多 5萬多塊多不多 我也不知道 因為 我根本不能比 因為我們很多人 像電視學那些 年薪300多500多 大有人在 我每次去跟他們那個 實驗室 或是那個指導教授 過去畢業學長 回來發現我這垃圾 就那些人 薪水非常高 在台北市買好幾間房子 有些人在台積電 到哪裡去 那我要講說 那個影片 那些影片 明明是要教UIUX的同學 教視覺設計的同學 反而 他們都變成工程師了 現在都在業界 開發程式 還蠻好笑的 好 那那 我要講說那裡面有講資料庫的東西 有正規化 正規化 還有那個 那個 資料合併的一個方法 好 那現在呢 請大家幫我開個72 72 好 那現在啊 剛剛啊我們看到 所有的錯 都是程式 自己錯掉對不對 OK 我們可能沒有定義這個 變數名稱 現在 我們可以自己 自己拋出錯誤 我自己定義拋出錯誤的事情 OK 那這個東西會結合一個login 我們之後會講到 可能今天不知道講不講得到 那 無論如何 我們會自己 就是說我可以自己刻意 拋出個例外 好 那這邊呢 我自己制定一個 錯誤訊息 例如說什麼 我x 等於 x等於 1 好 如果x 小於 這個 0 那我就自己拋出這race 自己舉出來一個 這個一般的exception 那這之後呢 我就數字 我的訊息是數字小於0 OK 然後呢 我來執行看看 記著 哎 他跟我講 再一次 好 他跟我講說 哎 這個跳出這個 我執行官那個程式嘛 他跟我講說 哎你的檔案啊 這個 你的入境名稱 T22.py 第四行就這邊 哎 這個有錯 OK 然後錯是什麼呢 你因為我 我拋出的是 這個 呃 一般通用那個例外 所以這時候他講說 哎 你跳錯exception 空格 數字小於0 OK 所以可以自己定義 拋出例外 那當你說那老師我拋出例外要幹嘛 有時候 像 網易開發 那你使用者可能會 那個 呃 送出的時候呢 雲民是要寫那個 呃 英文名稱 可是你在裡面加了大家信號啊 App的這種東西 那你送出錢呢 他偵測到之後會拋出例外 這個例外呢 是反而可以變成一個特效 要就變成把你那個文字台位 外面那一圈變成紅色 可以講說哎你填的格式不對 有沒有 啊這都是例外處理可以做的 那在這邊呢是 假設你有例外處理是要 記錄一些錯誤訊息 自己自定義的話 那就結合之後我們講的東西 OK 那這邊呢是指我們可以自己拋出例外 可以自己拋出例外 也可以自己定義例外 那通常是自己寫模組的時候 我今天想要自己開發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我自己用或是給別人用 那我要讓使用者知道 你今天做這件事情會發生什麼事啊 非預計的事情 我要自己定義好 就會可以自己定義這個例外處 好 那邊呢幫我花個30秒 試試看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啊 我要尝试自己去制定 行别错误 但是 讲制定还是用这个 他们排场那一件的这个例外处理 假设我今天有个 x 这边上面先删掉好了 好 假设 x 等于这个变数名称 他的指示 hello 然后呢 我先判断啊 如果 这个 我的形态 x 我们我们大概可以预见他是自串 对不对 如果他不是 is not 不是这个整数 那么就自己帮我抛 所以我自己定一个 抛出一个例外处理 说 诶 行别错误 只接受整数行别 ok 那我就直接看看 诶 他跳出错误了 这个错误的讯息是我自己制定的 而错误的形态 是 Time Error 就是我的行别 我的这个 这个 呃 资料的形态 有误 ok 好 这边帮我玩玩看 我简单玩一下就好 好 那 我看看 好,我們來做一些簡單的小練習 就是99乘法表 好,我們稍微練習一下 這個login,我是換來補充的 就是去年年底我教的新的一番東西 因為我們一天會再講這個東西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在發出錯誤的時候 像剛剛不是我們自己拋出錯誤 第二個是他發出錯誤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會在Name arrow或Index arrow那邊去 印出Print什麼東西對不對 可是Print,它沒啦 萬一馬上你處理的是一百萬筆資料 一億筆資料 你Print的東西不會被收藏起來 所以這怎麼辦 這時候就要結合一個東西叫Locking 你中間只要發生錯誤 它會有個機制 幫你用非同步的方式 我可能在執行中心資料很大量 它把你中間發生的事情記錄起來 自動放在一個文字文件裡面 然後一行一行那樣把你列下來 當作一個日誌 OK 然後一方面你在記錄的同時 它把你那個錯誤也印在螢幕上面 隔天開會 請問一下你昨天跑完那一堆資料之後 有哪些是資料型態不對的 你馬上就可以去看那個檔案 因為你所有的出訊 你都自己訂好 放在那個文字文件裡面 然後你說你錯幾筆資料啊 沒錯的有幾筆啊 你跑了幾筆啊 跑了多久啊 在上班的時候都會被問的 所以這時候這個Login 就是你在做的期間 你只要做的是 你做的對也可以記錄 你做不對的一定要記錄 假設你不對的被記錄起來 你就跟他說 我昨天跑的100萬筆資料 大概有十幾萬筆有問題 好 那他問你說 那十幾萬筆裡面有問題 最多問題是哪一種 可能是找不到檔案 例如 那我可能從網路上 抓個東西 然後有個路徑 可是我這個路徑裡面 你說你這資料加油 我找不到啊 可能遺失了這樣子 OK 就被記錄下來 那有幾筆資料找不到 可能有8000筆 好 那你這個程式執行多久 執行10個小時 好 你就可以順利下樁 你知道嗎 好 如果你在寫程式 如果你是寫程式這件事情 你在執行一個大量的 一個 可能要跑幾十分鐘 或跑 很多資料的這個 呃 工作 任務 你一定要用Login 記錄 所有發生的事情 好 但正確的路 他說正確不用記 就不用記 只是有時候正確 我也會記下來 是因為我要知道總和多少 好 那開始各種層面錯誤 都可以寫在Login裡面 那這東西 我們明天再說 現在 我們會到這個 九十乘法表 所以 那這個範例在Cases裡面 有個九乘九 那這邊我們不用 我們來無聊寫一下這個程序 在這邊呢 請大家幫我開個 9x9.py 這檔案 ok 9x9.py 這檔案 你們之前有寫過九十乘法表嗎 你們有寫過嗎 沒有 好 沒關係 那你們是用 你用什麼寫的 阿圓 那就是 就是自己看書寫 好自己看書寫 OK 那你有機會 我昨天不是有講一個網站 那個 Zlivery那個 好 那你們 我覺得那個網站 就非常有用 因為 因為 像那個每次 老師上課第一堂課 阿我們用什麼教材 有沒有 我 我 都是從那邊那個參考 所以我上課都 幾乎是 有個同學會買喔 我覺得很猛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過耶 你知道 因為老師大高 你知道嗎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過 我還買那本 很厚還翻譯成中文的書 就是台大學生 好 好吧 但是我 我是覺得說 可以買原文書可以看 因為 那個 那個 不然要花錢自己買 這太貴了 就一兩萬塊 好 那現在我要講這個99乘法表 哎呀 怎麼 99乘法表 好 好 那 我要講的是說 99乘法表阿 那 我們當然是使用那個i 好 那9 那代表說 我要拿的是1到9 對不對 那1就會把 1 就是說 1會乘上1 到乘上9 這件事情做過一遍 然後換2 然後2乘上1 再乘到9 這事情做過一遍 OK 好現在這邊呢 我今天想要知道 我今天要寫99乘法表 左邊的那個9 我要怎麼做 i 那這個i來自哪裡呢 這個Range 1到10 那這個10會減1對不對 現在這裡我們就印出 i 好 那我這邊就可以9乘9 你會發現 是不是這邊印出 123456789 對不對 那我們9乘9 是不是代表 我這個1 要跟 這個 裡面的1到9 各乘過一次 對吧 我1是不是 1乘1 1乘2 1乘9 換下一排 是不是變成2 2乘1 2乘2 2乘3 2乘2 2乘9 再換下一排 3乘1 3乘2 3乘3 3乘9 就是每一個數字 在外面那個i 都要跟1到9 各乘過一次 對吧 OK 好 那大家請幫我 有些同學已經練習過 沒關係 先幫我印看看 先幫我印看看 幫我印出來 123456789 那待會我們要驗證一件事情 這邊就是先幫我輸出 如果 沒有學過程式的同學 那 你 這個一定要幫我練習看看 先幫我 把這個i 印出來 好 好 好 那現在已經知道 i 它會被印出1到9 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做99乘法表 我是不是意味著 我這個1 在拿進來這個block內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跟另外一組 1到9各乘過一遍 OK 好 當我這個1結束變成2 把這個2拿進來的時候 這個2 是要跟另外一組 1到9乘過一遍 然後呢 乘完之後 9被拿進來之後 是不是要跟另外一組 1跟1到9乘過一遍 就跟我們認知的99乘法表一樣 好 所以代表說 我這個i 但我目前啊 這個i 這個 例如說 i等於1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嘗試 把這個 i等於1 然後呢 我希望另外一個變數名稱 叫i等於1 這些乘過 然後呢 我希望 i等於1的時候 跟i等於2的東西乘過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一路到9 對不對 1乘 假如我知道i等於1 然後呢 i等於1的情況之下 j等於2個相乘 印出來 然後呢 i還是我1的時候 跟另外一邊 j等於2 然後相乘 印出來 然後直到j等於9 之後 換到 j等於2的時候 然後 重複的 跟j等於1 然後相乘 然後呢 一樣是i等於2 但是呢 j就加了 增加了 所以2跟2相乘 然後 一乘乘乘乘到 i等於9 ok 之後 這個i就會在自己 往下一個去 就變成了 3 然後乘上 j從1開始 ok 那我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ok 我這邊印啊 假設我今天無聊 我這邊加end 等於什麼 斜線t 好 印完 它就變成123456789 對 每按一個就是 印一個tap的鍵對不對 好 我今天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這個1 會跟1到9 各自乘破 然後輸出 然後變成2的時候 會跟1到9 各自乘破 然後輸出 所以好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 目前假設我今天第一次執行 好 第一次執行 那目前狀態是i等於1 對不對 對 是Range從1開始對不對 好 那我是不是1 要跟1到9乘過一遍 是不是代表說 我這個 負荷圈i裡面 還會有個負荷圈 然後呢 那個變數屏稱為j 那這個j呢 範圍在哪裡 在也是1到10-1 好 那你看哦 當我i等於1的時候 我是不是這裡面 j要跑 這個破圍圈要跑過一遍 對不對 看得懂嗎 當我j被拿出來 這個Range1 帶到這個這邊來的時候 是不是要放那個block裡面 i是不是等於1 i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破圍圈 目前這個寫法 是不是j 從1到9 要走過一遍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看得懂嗎 好 你看我一開始 是不是拿那個i進來 我現在目前i為1 我第一次執行 我曾是剛執行 第一次執行 i拿進來1 那我這樣的寫法 是不是裡面的這個 4j in range1到9 這邊要執行過一遍 對不對 好 當好這邊執行完了 我i等於2 我就我換下一個了 i等於2了 那是不是這裡面那個j 的4圈 是不是要執行過一遍 好 當我這邊i為3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4圈 也要執行過一遍 是吧 OK 直到我 一直算算到9 那這個9 是不是裡面那個j or4j 也要執行過一遍 對不對 好 那既然我已經知道 我i為1的時候 這個j會經過1到9 那這時候你看 i為1的時候 i為1的時候 j會經過1到9 對吧 這時候啊 你看哦 fStream i i 假設乘上 乘上這個j 等於什麼 欸 這個格式化支出來 第三種 他可以在裡面做計算 OK你看哦 當我i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第一次執行 這個i是不是拿出來 是1 對不對 好 那我目前i的狀態是1 那我這個fStream 代表說 我今天這個fStream i拿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裡面這個fStream 在執行過的影片 那你看 我執行過一遍 這個j是不是經過1到9 那我在執行第一次的時候 我的i的狀態 是不是都是1 對吧 那我i為1的時候 是不是會把裡面j 這裡面我輸出的時候 是不是會把1乘上1 1等於1 然後呢 再印出1乘上2 等於2 1乘上2等於3 然後1乘上9等於9 這件事情是不是做過一遍 好 今天當我 你看哦 又回到這邊來 當我i變成2的時候 是不是這邊1到1乘1 1乘2 然後到1乘9 是不是經過一遍 是不是回到上一層去 i就從1 變成了2 這時候呢 是不是i為2的時候 這個j 是不是又經歷過一次 1到9 所以這時候 這個i 狀態就變成2 那就變成2乘上1 等於2 2乘上2 等於4 2乘上3 等於6 2乘4等於8 然後2乘上9等於18 這樣了解嗎 OK 好 那這個j會經過1到9 那目前好 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i呢 它狀態是2 對不對 它的值是2 這時候 是不是結束了 1到9這邊結束了 又回到外面這個 那個4圍 i就從2 變成3 因為1到9 Range是1到9 對不對 它變3了 這個i呢 就變成3了 那它變成3乘上 假設j這邊是1 為3 好 然後j又換下一個 變成2 3乘上2 等於6 3乘上3 等於9 然後這邊乘到 然後 那個j變成9 變成27 OK 好 接下來換下一個 這時候呢 是不是換下一個i 就變成4 這時候這個i的值 變成4 是不是4會把 4乘1 4乘2 4乘3 到4乘9 又做過一遍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時候 當我今天不管 我已經知道i會1到9 我i為1的時候 這個j1到9會做過一遍 i為2的時候 這個j1到9會做過一遍 i為3 這個j1到9會做過一遍 這時候啊 當我把這個i加進來 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它變成什麼 好 那我今天 會變成這樣 是不是亂七八糟 要照這個格式去印 對不對 好 那我把他放到最大 它會變成這樣 亂七八糟 對不對 亂七八糟 好 那這怎麼辦呢 我希望啊 我現在再印一次 好 1乘1等於1 是不是這邊i為1的時候 是不是1乘1等於1 那接下來是1乘 然後在結尾的時候 是不是Time鍵 然後變成1乘2等於2 然後Time鍵 然後這支往下 你看喔 這時候啊 狀態還是1 它的值還是1 那這支換成3 1乘3等於3 Type鍵 好 3結束了 然後再把4抽出來 變成1乘4 再加Type鍵 好 那這時候j結束了 那個4結束了 變成5 5被拿出來 1乘5 再加個Type鍵 然後j 這個j等於5結束了 換6 拿出來 1乘6 Type鍵 這樣看得懂嗎 好 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發現 我印完1到9之後 怎麼一直Type鍵 Type鍵 我總要把1 跟2 跟3跟4 挨為1 2 3 4 5的時候區個開來啊 這時候我希望 我每次把1 1乘1等於1 然後Type鍵 直到1乘9 等於9這件事情 OK 縱然它打了這個Type鍵 我希望這個2乘1 開始它是斷好的 換好的 所以我是不是 印過一波 j的1到9 我是不是應該在 換到 i從1換到2之前 先把它印個斷好 所以這時候變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樣看得懂嗎 這樣了解嗎 OK i為1的時候 這個j裡面會做1到9 然後接下來結束之後 i就變成2 i為2的時候呢 這個j還是依然做1到9 就它的值會從1到9 走過一遍 所以 i為1的時候 這個j的值會連續一直破一圈 變成1到9 所以它會變成1乘1等於1 1乘2等於2 直到1乘9等於9 印完這些值之後 我是不是這個j就結束了 然後是不是斷行之後 就換到這邊print 然後就斷行對不對 是不是斷行 這邊斷行 OK 那斷行 i的狀態從1 變成2 那是不是這個j 還是要走1到9 所以 i為2的時候 是不是j經歷的1到9 所以2乘1等於2 2乘2等於4 2乘3等於6 2乘4等於8 到2乘9 等於18 然後這段按印完之後 它還會有個time鍵啊 欸 它是不是結束了 然後換下一行的時候 第四行 Aprint掉 它就斷行 到這邊來 到這邊來有沒有 然後再繼續 i呢從2 又變成3 把跟那個j呢 又互動了9次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這個就是99乘法表的寫法 你說老師這個 這樣就看起來排版就比較清楚了 這樣了解嗎 OK嗎 同學 那執行看看 好執行看看 看看會不會很複雜 這樣OK嗎 好執行看看 那99乘法表 欸就是寫程式 通常是什麼資料結構 什麼第一個功課 然後寫這個 欸 有沒有 如果是C元的話 叫你輸入輸出 好那大概幾個功課之後 叫你寫就是乘法表 對就是這樣 這樣 嘿 就是排版有問題啊 就是 因為假如我的螢幕還是很小 就螢幕比較小 然後所以我的1 到1乘9 就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有辦法 它是強制化嗎 欸 你可能Ctrl加 減號 讓它畫面變小 例如說你看 我按Ctrl加減號 變越小 Ctrl加 越變越大 來放它縮小 它的那個 預覽 那你也可以把 這個東西放到最大 你是這樣 你是這樣 我這邊執行一次 有沒有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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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小 縮小 這樣OK嗎 我現在是 就是 1乘7 開始 對面 第二 是因為下面不夠寬 對不對 它會斷好嗎 對不對 那可能 因為 這是中端機 所以說 你希望它 不要 就繼續運下去的話 我不知道 Terminal這邊有沒有那個橫走 好像沒有對不對 它好像遇到邊界就會自己斷下來 自動換下來 那這時候你就像我一樣 就Ctrl加減號 讓它 字變小 那你字變小之後 能夠看到結果嗎 就是 1乘1到1乘9 然後到 9乘1到9乘9 可以嗎 它好像應該是斷掉 斷掉 斷掉 好 我幫你看一下 同學練習一下 欸 現在這樣子斷了 看一下 就它是這樣 但我想 我也想要 一條線 喔 喔 這是TOMINO的關係 你把它 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 然後 然後 你再按上 這邊按上 上 對 然後再按一次 嗯? 為什麼變這樣 它很容易耶 欸 我已經熱筒關掉好了 再開一次 對 然後再開一次這樣 嗯 Ctrl加減號鍵 嗯 然後再拍上 再拍子那個 9乘9 放個X9 這樣 點 屁股 這樣正常了嗎 對啊 就是可能TOMINO 你開始放大縮小 我這邊也怪怪的 嗯 所以我一直就是 重印重印重印這樣 OK 好 那同學我們今天就 上到這邊 那 欸 明天就把那個Login講完 好 那有時間我們就講一些範例 OK OK 那那個 嗯 像同學 如果覺得來這邊 會比較周車勞頓啊 什麼的 那再看看 好不好 如果 只要願意來我就來這邊 那那個好像我們同 因為 同事進來來看 發現都沒人 那時候你進來 發現都沒人 我一定開始講話了 所以 多邊緣啊 那只是說 一想到不由的 非從中來 那就是說 可能怕說 同學們 人那麼少 要不要在家上課之類的 他問這個東西 那你們只要願意來 我就會來這邊 他們會發問卷給你們 你們都再看看 好不好 那現場同學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大家辛苦囉 開始了 我們會把那個影片上傳